哎呀 总算把这个破村子的事情给弄完了 我们继续向前出发 勇者永不回头 哎呀 这里居然有海龟 正好身上有金子菜籍的铁稿 把他们龟蛋敲回家的话 我起不着能在家里面养乌龟了 哇 这个主意太棒了 那这就很简单了 看我下水挖一些水草喂乌龟 过来过来 开饭了开饭了 小乌龟是吃太饱了吗 怎么对我的水草一点兴趣都没有 别是个傻子吧 刚才没注意手里拿的是海蛋 海龟明明是吃水草的好吧 哎呀 我太傻了 听小月说 剪刀可以增加掉落水草的概率 哎呀 我就来试一试 哎呀 不行不行 呼吸快没了 哎 快看 水面上果然附着水草 接下来就是喂这些大公龟了 来 靠暗一点 这样就会把蛋吓在这边了 哎 不是 你们怎么了 我的水草也不脏啊 怎么突然就不感兴趣了 真是的 还非得我下水给你们喂着吃 可恶啊 我等到天都黑了 他俩才过来吓的 我真的服了这俩老乌龟了 哎 快看 你们这老乌龟在疯狂跑地 这需要下蛋的前兆啊 哎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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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给你们周围插火吧 绝对不会让僵尸打扰你们下蛋的 nice 总算有一只老乌龟的诞生车来了 走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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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挡着我取蛋 一颗蛋肯定是不够的 起码得再来一颗才能回家 两颗龟蛋以后 才能让它们继续繁殖下去 哦 这只老乌龟也开始了 快呀 用力 使劲 哎 你不要在陆地上假装游泳了 我现在是困难模式 万一到大晚上了 僵尸来了 我可保护了你们啊 哦哦哦哦 小乌龟要出来了吗 不要998 只要88 小乌龟马上带回家 我的天哪 你怎么又停下来了 是我在你周围 你不好意思吗 行行行行 我走远一点 你倒是快把龟蛋给生下来啊 我去 面前的这僵尸书要是我眼花了吗 坏了坏了坏了 小僵尸闻到我的味道冲我过来了 哼 我是不会把乌龟蛋拱手相让的 哼 还好没有别的僵尸 我去看看老乌龟怎么样 我去 这是什么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双黄蛋吗 哈哈哈哈 太强了吧 再奖励你一颗海草好了 什么嘛 我的一片好硬 居然不吃 不管你了 回家养乌龟去咯 就这好了 也是短短的沙地呢 一定有利于这些小乌龟好好孵化的 好一个双黄蛋 真是越看越有意思 哦 越看越温馨呢 嗯 这个角度不错 来 和自家老乌龟的蛋和一个饮吧 咔嚓 茄子 打开西瓜视频 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主页 点击我要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团 加入成功后 将获得粉丝团专属新章 我回到你的粉丝团里带来 然后入口丝团